臺灣在一個星期之內 接連失去了兩個南太平洋的邦交國 在我國的外交困境之際 澳洲駐臺辦事處發表了聲明 強調臺灣能夠協助提升本區域 和全球的醫衛安全 要力挺臺灣 而有專家分析 面對中國情勢擴張 澳洲表態挺臺 需要防止中國繼續插旗南太平洋 國旗緩緩降下 我駐吉里巴斯大使館舉行 閉館降旗儀式 氣氛莊嚴肅目 我與吉里巴斯十六年的邦誼 畫下休止符 不過聯合國大會總辯論前夕 澳洲駐臺辦事處二十三號 發出中英文聲明 強調臺灣能協助提升本區域 及全球的醫衛安全 其中用了臺灣能幫忙 台灣Can Help 等字句 和外交部推動國際參與口號相同 表達力挺 學者分析 近年美澳會協助我方 鞏固南太友邦 主要目的就是要防止中國插旗 台灣目前在整個南太平洋的邦交國的一個挫折 那其實它是一個所謂的美中代理人的戰爭 當他進入這個突破第一島鏈 進入第二島鏈跟這個國家建交的時候 換言之後續的政治戰略跟軍事的一個關係會進來 中國持續鎖定南太區域 要落實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拋出太平洋夠大 容得下中美的訊息 而中國在二零零三年與吉里巴斯斷交前 曾在當地建造太空監測站 專家分析南太是中國想要發展航太科技的重點區域 可藉此徵搜美澳等國衛星資訊 如今雙方再度建交 監測站渴望重新運作 由於美國有意在第一島鏈盟國 部署中程導彈 街眾認為中國想在美軍關島基地後方的南太部署軍力 把兵力前推到第二島鏈 牽制美軍在亞太的佈局 中美霸權較勁 台灣如何在夾縫中找到出路 將是戰略關鍵 記者綜合報導